哈囉大家好我是阿進 今天我要做的是 地瓜球 大家都有吃過地瓜球吧 就是在夜市大概 這麼小一顆吧 竟然是我要做的話 我一定不會做 這麼小一顆 我要做用兩根地瓜看能做出 多大顆的地瓜球 首先呢 準備的材料又有地瓜 還有素薯粉 然後跟砂糖 因為準備動作先不用做到 這麼多材料所以 我當然只需要刀 還有削皮器 處理一下我們的地瓜吧 我從來沒有削過地瓜的皮 會不會削一削之後變成一根竹塊 請問地瓜可以帶著皮吃嗎 可以 真的嗎 任何一種東西都可以 只是不好吃是不是 對 有臉 對 有臉可以 可以 可以 什麼好吃而已啊 烏龜 兩根會不會太多啊 那會不會大到我沒辦法控制啊 好我把它削完了 現在要把它切片 我沒有拿砧板 算了 憑我這刀工 耶砧板 全部切片之後拿去蒸 蒸 我們終於 蒸好這地瓜 這地瓜真的 有夠久的耶 大概要蒸到就是 你用手啊 這樣壓下去它就會 燙喔 壓下去它就會馬上軟掉的那種程度 然後 要加上 砂糖跟 素薯粉 我忘記要加多少克耶 那我加個五匙好了 反正大家不用吃那麼多糖嘛 健康一點啊 呼呼 然後先拿砂糖跟 拌在一起 完蛋了我覺得這會變成一個 超級大顆的 地瓜屑 這拌起來的味道好香喔 網路上說 如果在熱的時候拌是最好的 他們說的 我不知道 等一下 等一下 這是鹽 對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沒關係 這樣有得救嗎 可以啊 欸說不定 我會變成一道隱藏料理 說不定加鹹 再加糖會變很好吃耶 我吃一口看看 很鹹 再做最後的沙糖補救 沒有的話就 就做鹹了吧 為什麼我會加到鹽啊 再吃一口 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舌頭要壞掉真的 真的 不行 我們不能浪費食物 再多一點沙桑 味道泡極料 不行不能浪費 好 做吧 搞錯鹽什麼的 你要多加一點啊 我加到已經 可以啦 你再起來說這補糖粉就好看 糖就多一點嘛 太過了一點 太多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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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到底是什麼啊 我試試看 會死啊 會死 你這尷尬好鹹喔 我哪有吃 然後加肉素薯粉 我是直覺派的 對 是要把它倒出來 應該是要 為什麼我每次用這種東西都會變成這樣 可以了可以 它可以戳起來了 加油 你陪我拿攝影機陪我去那個 對 我要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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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天啊 這已經 不是地瓜球該有的樣子了吧 加油啊 撐住啊 你沒辦法好好吃 因為我沒有幫你打光 如果有幫你打光 你其他地方 你要有顏色啊 地瓜球 接下來的畫面 你可能沒有辦法相信它是一顆地瓜球 這是什麼 這是一個死掉的嘴巴吧 我在想 我現在要來試試它 喔 可以 這樣子 這就是我的 特製地瓜球 不要滑下來 不要滑下來 OK OK 那我現在 喔 我該怎麼說呢 這可能是我 這輩子從來沒有吃過的東西了吧 很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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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它是甜的應該還蠻好吃的 這種 梅子粉的味道 感覺 這是到底要過日再失敗還是成功呢 我說不上 這件事情能夠告訴我們 只要炸過的東西 都會變好吃嗎 它真的蠻好吃的 我會慢慢的把它吃完了 如果 你喜歡 這個地瓜球的話 你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那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記得按下喜歡跟訂閱 還有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我是阿信 我們下次見 掰掰